我認為做一個醫生來從政他最大好處是什麼 因為醫生本來就是接觸社會各行各業的人 以前我常常講說最嚴重的疾病是什麼 貧窮 因為有錢人反而不太會生病 因為他吃得好穿得好睡得好心情好他怎麼會生病 反而是窮人你知道吃不好睡不好 然後工作又繁重 所以有一句話叫貧病交加 如果你問我相對對連聖文你知道 雖然我不敢說我們是出身貧窮之家 但是我絕對比他更了解小市民的這種生活和他的心聲 因為我是醫生 我覺得我一個很大的特色是我看太多生死 所以我對名利心比一般人淡薄很多 我相信沒有人看過我穿過西裝 因為我還沒有買西裝 我只有結婚那一套 我現在已經大概穿起來很緊 穿不下來 沒有人看過我穿過西裝 因為我根本沒有西裝 人家說你怎麼連一套西裝都沒有 我每天在加護病房工作 我哪有需要穿西裝上班 更何況穿西裝並不會是我的醫術扁 也不會說因為我穿西裝 我病人的存活率就提高 有人說你怎麼講話這麼直白 因為在加護病房在急救的時候 亂成一團 我下的命令一定要很清楚 所以我不可能講文言論 不可能拐彎莫角還是讓人家猜的 所以下命令一定很清楚 以前我們在開刀的時候你知道 開不順再噴血有沒有 那個我的老師或的那些教授有沒有 就開始罵住手罵護士還摔東西 因為我都不會 因為我發現摔東西罵住手 血不會自己止住 還流的更嚴重你知道 所以你會發現奇怪 我在工作的時候 慌亂的場 我越鎮定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在裝業客 管子這樣 因為這樣沒有套上去你知道 血一噴出來 結果一轉頭那護士已經昏倒了 可是昏倒你還是要趕快把機器夾住 要把街頭還再接起來 臨陣不亂 這是我最大的本領 遇到再怎樣大的錯子 再壓力 抗壓性超強 所以為什麼講話這麼直白 為什麼他在工作場合 好像不苟言笑 為什麼這個人好像不太注重這種 生活品位或什麼 你都在台上當到主任 怎麼連一套西裝都沒有 不過我也很感激 因為我有過去的這種訓練 這種職業的訓練 讓我 我相信我來當一個行政首長 應該會絕對比一般人更好 因為他更冷靜 用數據回答 然後公事公辦 因為對我們來講 講得天花亂墜沒有用 病人死掉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會用 比較用實事求是的態度 就是沒有人有用 病人的病人的病人 而且患性在病人的病人 是無人愛的病人